《马太福音》 第十八节 我们一通来念 好数不能结坏果子 怪数不能结好果子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怪数 耶稣提醒我们 不能结好果子 我们的旧人是什么数 旧人就是坏数 今天耶稣为什么要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有一个新人 这新人也就是好数 只有好数能结好果子 坏数结不出好果子 今天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 神没有来所改造它 神今天是要我们把他定死 要把他赶出去 因为这个是从罪来的 这是改变不了的 靠自己要想把他改好 我们都知道 律法说明了这一切的失败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来 他不是修补律法 不是用一块新布来补旧衣服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来 他就是要给我们另立信远 一切都是信 这个旧生命必须是上 因为这个旧生命改造不了 这个旧生命无法结出神所要的好果子 这个旧生命就是坏数 坏数结不了 当然我们说经过生命的改变 今天在这里我们说 从整个的过程 那是神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 那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生命改变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不是那一个旧生命 坏的生命 犯罪的生命 变成好生命 而是什么 旧生命要把它定死 神赐给我们新生命 这个新生命才是好数 所以今天我们说那叫重生 尼哥蒂姆的问题也是在这里 难道我再要进母夫生出来吗 他还以为就是这个生命把它变好 但是耶稣告诉他 不是 今天不是在从母夫里生出来的 旧生命更新 而是今天要从灵生的旧死灵 旧生命不是从灵生 从灵和水生的 那是一个新的生命 那是要重生 所以刚才我们念的也是 要有穿上新人 这不是说旧人变新人 而是要穿上新人 要除去旧人 在整个的具体的 我们得旧的过程 那一定就是除去旧人 得着新人 今天我们在这个上面 我们必须要懂得 坏数不能结好数 耶稣来 从整个的救恩来说 我们是说 让坏数变好数 生命得到改变 但是从这个生命改变的具体内容来说 在这里我们看见更具体的 那就并不是我们的旧人 自己就改变了 而是我们的旧人在里面 让他靠边 我们说新人在里面成长 也正因为这样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在实际上就有两律的交战 今天如果说 那是旧人变了新人了 也就是我们等于说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就等于还是讲大魏和扫罗 国家只有一个 以色列 那是君王的更替 从扫罗变大魏 但是在扫罗跟大魏之间 那就是什么 扫罗给备要 大魏给建立 扫罗衰落下去 大魏越他兴盛 直到有一天 大魏就取代了 完全取代扫罗的地位 他是实际上 真正100%的做完 但对以色列国来说 这只是一个君王的 人体 就是一个君王 但是这个君王 我们说是从扫罗 要变大魏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讲到福音 我们原来是坏数 今天因为耶稣来了 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 我们就是变了好数 但是我们说 在具体生命的改变里面 就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个救生命 坏生命变好了 而是什么 救生命 给否定掉 那是属于罪的 今天实际上 耶稣给我们的 是一个全新的生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要看到 时尚旧生命 坏数 不能结好果子 今天我们的神 在我们里面 实际上 真正的是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有一个 全新的好数 有一个全新的好数 这是第三 第四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第五十节 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第五十节 我们一通来念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血流之体 不能承受神的火 弟兄爱的 不能承受不休败 对 今天我们说 必朽坏的旧生命 不能承受不休败的神的火 必朽坏的旧生命 不能承受不休败的神的火 神的火 今天我们要承受神的火 我们必须要把它必朽坏的去除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旧生命是必须时尚 这个旧生命是必须时尚 这是因为今天我们在讲到生命之道 我们里面生命的那一个官式和生命的转变 这个两律实际上就是两个生命 一个是旧生命 一个就是新生命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第十章 第十章 第十九节 今天我们从我们得着旧恩的那个角度 我再说 那是一个新旧生命的转变 那是在真正我们说解释这个转变的内容时 我们所讲的那是生命的变化 那就是旧的生命 我们说这个时尚而得到的那一个新的生命 而并不是那个旧生命在变化 旧生命不能变 旧生命那是必须时尚 新生命是我们能够得到的 那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内容 所以只有时尚旧生命 只有时尚旧生命 才能 得着 信生命 只有时尚旧生命 只有时尚旧生命 才能得到新生命 这个是我们的题目 也就是由时尚生命而得着生命 这是我们讲到第一个内容 必须时尚旧生命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 在由时尚生命而得着生命 第一是必须时尚旧生命 第二 旺能 得着 新生命 其实我们知道 今天一棵坏树 变好树 我们是用嫁结的方法 也就是让一个好的枝子结上去 让那个好的生命进到它的里面 然后我们说 让那个什么 它的这棵树慢慢的就变成了 那个好生命的那样的一棵树 如果我们真是从生命来说 也就是说进去的那个生命 一定要强过原来的旧生命 这样那个进去的生命就怎么样 就让原来的旧生命慢慢慢慢的就退出了 对这棵树的影响 这一个新生命对树有了一个控制的影响 它就成了一个好树 接触果子来 今天如果说这个新的生命进去 那个旧生命不符 我们说这里面必然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怎么样才会使得那一个价格的树最后失败 原因就是新的生命进去的时候怎么样 还不够强 而那个旧生命怎么样 太顽固 其实还是这样 两个生命在替换 只是对那棵树来说 我们只看见它是怎么样 有一个生命的表现 而这个表现好像我们看见它就是 从坏树变成了好树 从生命的变化来说 实际上并不是那个旧树原来的生命它变 而是新的生命进去怎么样 征服了那个旧的生命 让它就说必须时尚旧生命 那个旧生命越时尚 我们越在得到新生命的上面 没有拦住 我们那个旧生命越是没有彻底的时尚 我们在得到新生命的上面 一定受影响 那就是最后我们在嫁结以后的效果 就不那么好 旧生命时尚的越彻底 那个嫁结的效果也就会越好 只有我们时尚了旧生命 才能够得到新生命 那么我们这个新生命是怎么得 我们来看第一点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我们一头来研究章第十二节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能也有生命 今天我们要得到新生命 关键就是要得到耶稣 我们得到新生命 我们得到耶稣 我们得到耶稣 今天我们说一棵树 它要有一个好的枝子架结上去 而且结上去的那个枝子越强 越有力 越能达到效果 而今天接到我们上面的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 祂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 或者说祂的生命 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起了变化 这个变化再扔下来 我们是生命改变 我再说 在实际上的那个生命变化过程 那是什么 新生命取代旧生命 而并不是说旧生命变成新生命 但是在人看来 这棵树是怎么样 坏树变好树 也换句话就是说 生命改变 所以我们说 当我们讲生命改变 那是我们习惯的讲法 真正的呢 就是按照耶稣在告诉我们 生命怎么改变 并不是说 这个生命自己变好 律法下就是要求 有这个生命变好 但是耶稣来 那是知道 这个旧生命变不好 让新生命来取代旧生命 在我们里面 这个代表人的那一方面 今天就准备我们说 第一方面 我们要怎么得着那个新生命 那就是要得着耶稣 第二 我们看约翰福音 第三章 第五到第六节 约翰福音 第三章 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一同来见 耶稣 耶稣说 我实时才才能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继承的我 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 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重生 从水和圣灵而生 得到的 既然是生 当然有一个生命 得到的 就是 新生命 我们说这两点 并没有矛盾 因为今天我们说 我们从灵而生 也就是我们得着耶稣 一个真正得着耶稣的人 并不是说你懂得耶稣 也不是因为耶稣 好像是一样东西 我今天得到了这个杯子了 我就得到耶稣 今天我们都知道 得到耶稣 那就是要相信 而相信的关键 在于认罪悔改 这就是从灵而生的 最具体的表现 所以我们重生 是从水和圣灵而生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们得到的 那就是这一个 新生命 这是第二 我们再来看第三 我们看罗马书 第六章 第六到第十一节 罗马书 是最神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贼的奴夫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请帝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对在这里 第十一节 讲的很有意思 这样你们向罪 也当怎么样 看自己是死的 这并不是好像说 今天我们的旧人 已经真正的死透了 我们要看他是死的 意思是什么 我们还需要自己努力 我们要克制耶稣自己 让我们的旧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我们向神 在基督耶稣里 看自己是什么 是活的 这个自己 当然那就是 新人在我们里面活 所以可以说 这个简单的 在这段话 就是告诉我们 今天 我们在地位上 从地位上 信主持 救生命 被钉死 被钉死 新生命 在里面活 实际上 实际上 救生命 还在 也有 不被钉死 不被钉死 不被钉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今天 什么时候是 我们的救生命 没有被钉死 地位上 它已经被钉死 但在实际上 它还在不在 还在里面 你钉死了 为什么我们说 不消灭它 现在还不能 因为 这个救生命 跟我们的肉身 生命 那是紧密相连 你要消灭 这个救生命 你必须 也要消灭 你的肉体 你的肉身 它不是肉体 今天我们的生命 我们肉身的生命 跟那个救生命 我们可以说 那还是无法分 正因为这样 今天实际上 我们的救生命 还在我们里面 而且有 不被钉死的时候 什么时候 是不被钉死的 就是我们 几天肉体 失败的时候 什么时候 是把它钉死的 就是顺从神 让我们的新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可以做主的时候 新生命 在我们里面 应该是要做主 但是往往做不了主 因为我们的救生命 太强 这就好像我们说 大卫家跟扫罗家 两家争战 在历史上 大卫家是积极的胜 扫罗家是积极败退 但是在我们 每个人的里面 情况各不相同 有的是能够做到 大卫家积极的胜 扫罗家积极失败 但是也有的怎么样 让扫罗家越炸越胜 也有这种情形 那么这样的人 我们都知道 那是体贴肉体的基督徒 所以这两个生命 弟兄姊妹 在我们对外的表现 我们只有一个生命 但实际上 在我们里面 这两个生命 在不断地交战 就好像我再说 一棵树 在人看来 不能说这棵树 有两个生命 当它在改变品种 好的自制 结上去以后 那是要好的自制的生命 进到里面 而且希望 这好的生命怎么样 得到营养 越来越强 越来越代表 那一棵树 而那一个原来的 旧生命怎么样 让它慢慢慢慢地 可以说退出舞台 不再代表那棵树了 这时候 这棵树的价截成功 如果那一个枝子结上去 那个生命不够强 而那一个老生命很强 那么我们可以说 结果 还是那一个老生命 代表了那棵树 结出来的果子 一定不是改良的 一定还是什么 还是像原来那样 那我们常说 这棵树 价截就失败 今天我们的主 进到我们里面 当然主是得胜的 一个真正接受主的人 他一定能够胜过 我们的旧人 但是我们说 很多人成为一个 失败的基督徒 原因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旧人 没有定时 在两绿的交账里面 常常扫罗加达胜仗 当然到有一天 真正一个得救的人 只要我们里有生命 我们有这个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即使今天这个生命很弱 到有一天 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 我们离开世界 我们被提 身体改变 我们到主那里去 我们说 我们的身体改变了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旧人 总是没有了 但是往往因为 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的心人太弱了 以至于我们在神那里 也就怎么样 就成为一个非常微弱的人 得不到主的称赞 得不到主的荣耀 所以这就是 所以这就是 这两个生命 它在改变 转换的过程中间 我们说实际上的旧生命还在 并不是消灭 没有 只是要把它定死 其实这个定死的死字 我们要记得 那就是并不是说 死掉了就不再起作用 而是其实说 就把它定在十字架上 不让它乱说乱动 可是如果什么时候 我们把它放松了 它还会下来 它还会活动 那么这只是我们 用一个定死的 这样的一个名词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它帮助我们 胜过了我们的救人 第四 我们看罗马书 八章十三节 罗马书 第八章 第十三节 我们一同念 你们若顺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牵制死身体的恶性 必要活着 今天我们 要在实际的生活中 致死 救人的 每一个私欲 在这里 特别告诉我们 靠着圣灵 致死 身体的恶性 这就是我们 从私欲出发的 我们从肉身里面 我们身体里面的 这些恶性 那是因为有私欲 私欲一直 就是利用我们的身体 来做犯罪的活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实际生活中 实际生活中 要 致死 私欲 的 每个表现 我们都知道 私欲的每个表现 也就是我们 每一个体贴肉体的活动 才能 使新生命 新生命 活得 健康 正常 今天我们要使我们的 新生命 活得 健康 正常 我们说 我们必须 要在实际的生活中 来致死我们的私欲 当年 信耶稣的时候 私欲在地位上 定在十字架上 旧人在地位上 定在十字架上 但他随时要想下来 如果我们一放松 他就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 对私欲的每个表现 要 把它定时 然后我们才能够 让我们的新生命 活得健康 正常 下面我们来看 第五点 我们看罗马书 第七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 第七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同来念 因为按照我一念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 这句中便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入去 叫我服从那 这句中犯罪的律 对 我们就念到这 今天我们说 这一个两律交战 保罗写的真是太好了 因为如果没有保罗 这么写了以后 我们对于我们信了主以后的 那一些情况 自己内心的那一种交战 我们无法理解 今天我们看见 在保罗那里面也是一样 它有两个律 在里面交战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今天我们在这里 所讲的那个生命 跟我们的肉身生命 是还有所不同 那这两个律 在我们里面的 我们所说的生命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到底哪一个生命 在我们里面做主 那也就是两个律的表现 保罗在这里后面说 我真是苦啊 原因在哪里 保罗是愿意 他的新生命 能够成长 能够得胜 但是连保罗都承认 有失败的时候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信主 我们重生 我们里面 我们不用生命的话 我们就用律 这个字来说 我们得到了一个神的律 这个神的律 也就是我们属灵的 灵的生命 当我们得到了重生 得到了这个生命 这个律在我们里面 应该是掌权的 可是我们说 我们的旧人 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有体贴肉体的失败 把那个旧人就会放下来 当他放下来了 我们说 他的私欲就表现出来 再加上外面有魔鬼的勾引 我们说 人就会犯罪失败 这两个律的交战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里面 可以说 有的时候 是神的律得胜 有的时候 是犯罪的律得胜 今天 神的律得胜的越多 我们灵性的光景就越好 今天 犯罪的律得胜的越多 越表明我们只是一个体贴肉体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说 这个交战要到什么时候 这个交战 要到我们建筑面 或者我们说 这个交战 要到我们这个人生过去 在今天我们的人生中 这个两绿的交战 是免不了的 因为今天 我们这个肉身生命还活着 我们还有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说往往跟肉体的关系 非常接近 有这个身体在 肉体总是有它活动的场合 那么我们说 就像为什么 神没有立刻把魔鬼 丢到火湖里去一样 今天为什么神没有马照 让我们的肉体 没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呢 问题就是 这个场地就是你的身体 今天如果你信了耶稣 就叫你死 恐怕你也不愿意 因为你还想 在这个肉身里面要活着 而耶稣 也是要我们 在肉身活着 保罗说的 为你们更是要求 今天耶稣 还不得不让我们 在肉身活着 因为我们在肉身活着 古然有可能 体贴肉体 犯罪失败 但是更有可能 我们在肉身活着 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的一生 好好地做主的工作 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 保罗也是 巴不得离世 与主同在 好得无比 只是怎么样 为你们活着 更是要求 今天保罗知道 神给他有托付 有使命 这个使命和托付 你是需要在你的肉身里面来完成的 你死了 你就无法做这些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说 这一个肉身既有可能 是顺从神的律 也有可能 去顺从反对的律 换句话就是说 这两个律在里面 争夺作王 到底是大卫能作王呢 还是扫罗能作王 今天应该是让大卫作王 但是我们说 扫罗作王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 我们明白 在我们理念 新旧 生命 两率交战 两率交战的局面 将要 将会 维持到 建筑面 的时候 通常我们讲建筑面 我们说 包括了几个可能 一个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死了 一个就是耶稣来了 我们活着背景 今天我们说 当我们讲建筑面 并不等于说 如果今天一个人死了 耶稣还没来 他死了以后 这两率还在交战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这里 所说的建筑面 就是到我们今生 这个生命的结束 如果耶稣来了 那我们也就是可以身体改变 我们不再有那一个旧的生命的活动场地 这是我想 给地区之为 我们看到 我们 由时尚生命 而得着生命 那就是 第一个 必须时尚救生命 第二个 方能得着 新生命 东方能得着